非常的复杂 佛经里面讲的很透确 所有疾病可以把它归纳为三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这个生理上的疾病 生理疾病从哪里来的呢 多半是你的生活齐聚饮食不挑 古人所谓病从口儒 这大多数生理病都是从饮食上来的 因此中国古代的人对于这个饮食非常讲究 注意看李基 看吕士春秋 《月令篇》里面那说的非常下期 这个都是谁讲求的养生之道 我们饮食吃东西吃坏了 感受风寒了 这些病症 医疗有效 可以用这个医疗的方法 医是医病 你有这些病的时候可以来医疗 第二类的疾病因缘呢 叫云业病 这个医疗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个病原是什么呢 冤家宅主 我们一般讲呢 冤鬼附身 这个药物对他不起作用啊 那么这一类的病怎么治呢 佛家里面讲的草度 草度是什么意思呢 实在讲啊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就是调节 劝导 希望这个一过去事情做已经做错了吗 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 冤家一节不一节 所以送金拜灿的目的是在调节 这对方如果接受了 他就离开了 离开你病就好了 这一类古时候有 现在比从前还多啊 我们在国内在国外啊 看到这个这是这个灵鬼附身的人很多 我们一般看到这个神经不正常 神经分裂症 严重点就送到神经病院去治疗 那个越治疗是越糟糕啊 所以这个佛法了 超度松金 结缘世界 对这一类有效 如果你是上风感冒 感受这个风寒 你松金拜灿没效 那个一定要找大夫 要找这个这个用药物来调理 所以是哪一类的病啊 你一定要晓得 那么还有一种啊 叫蓄业病 这个是最糟糕的 医生药物不能治疗 这个松金拜灿也没用处 为什么 他不是冤归附身 不是冤家来讨债 那这个病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病是罪业一种国报 你造的这个罪业太多了 或是你这一生造的 或是你前生所造的 你遇到这个语言呢 他这个报应发作了 这是最麻烦的 但是有没有救呢 也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